美国两大梦想家品牌Disney和Coach最近合作了推出了暗黑童话系列 也在台湾的华山文创园区推出了全球第一间这个快闪城堡 现场请到了一直和周董非常甜蜜蜜的昆凌 那最近老公周杰伦推出了新歌 不爱我就拉倒 那粉丝的这个评价是算是比较良极啦 但是昆凌表示自己非常的喜欢 而且绝对支持老公 那现场到底有多甜蜜 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知名品牌Coach第三度与迪士尼合作 推出暗黑童话联名系列 在华山艺文特区打造全球唯一城堡快闪电 现场请来甜美女星昆凌为活动站台 昆凌以一席紫色洋装献身 展现坏女孩的时尚哲学 搭配联名款的包包 甜美中又带有一点暗黑俏皮的感觉 既然是出席暗黑童话系列活动 外表甜美的她小诚自己也有喜欢耍坏整人的黑暗面 昆凌也透露女儿小周周已成为家中的小霸王 家里谁比较 我女儿比较凶吧 对我女儿小霸王 但现在女儿跟儿子相处的状况是这样的 会欺负她 姐姐蛮欺负弟弟的 因为他还在吃醋阶段 所以我们也还在想办法调试他 然后弟弟就是肯定来顺手的孩子 对 所以女儿比较特别人家里小动物都会让他 对 我们家狗都让他 他要摸他他也不敢动就让他摸 所以爸爸也很怕他 爸爸也蛮顺服他的 对 另外老公周杰伦近期发布新曲 不爱我都拉倒 他也表示不管外界如何批评 都会全力支持老公 我觉得是他的创意 所以我觉得创意无价 所以我还是觉得很好 目前自己也在努力为新的电影作品努力 我觉得应该接下来这两个月 都会开始宣传电影 那个摩天大楼 因为他七月就要上映 所以这两个月应该就回美国台湾 就各个地方跑这样 法力的暗黑城堡 外观是由金属波纹打造 将会转出到七月四号 观众也可以透过店内专属的QR Code 取得联名相框 一起感受暗黑的气息